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游戏又更新了我闭着眼睛都能擦到内容 除了这个防杀护灵实在我没想到 我想这也不是植树节还搞起了重树 角力特别小气还是出息的味道 三个血清和一个胶囊 做了还不如不做浪费时间 这次讲词有猪肚和青鸟号 也不知道我事前小太阳能不能抽到 一想到抽奖我就横身打仗 这次的高效证书更加丰富 首先这件实刷我就觉得很好看 特别是穿在我身上更加的亮丽 是是是就你最美 最好不要出门 吓到人可陪不起 进阶板两个箱子非常的阴险 比之前好了不是一心半脸 我都不打算磕金了 怕还搞这些 这是要逼着我们去磕金呀 而且血清也放在这里面 不磕也不行 最让人无语的是 这个书也出了个典藏板 现在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是典藏了 以后再来个典藏藏屁 也能吐吐什么的 小棒觉得怎么样 我是不是有张策划的钳子 辅射高效跟上界一样还是220藏 这次有了基因改造 还有大量满疾王将 想上黄金的小棒有点困难了 也不知道大佬能不能打上220藏 有了22级的满庄加成 再加上基因改造 通关辐射高效还是有可能的 太天真了还想着打通关 我感觉最多达到210藏 就已经是极限了 准备11月份周年庆出了超强武器 要不然不可能达到220藏 对了 这次博物和陶瓷肯定大卖 上次基金送了薄膜 要赶紧出手了 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还有银居帐小半成品也可以卖了 特别是守望阵 卖他的半成品肯定大赚 好在我有寄生包子 要不然更难打 他那小小的作点更没有事的 做完任务开枪 能不能给我来个枪口 还不错 一个七阶枪口 本来以为一级秘雾 应该是没有助亲者 结果这些丧心病狂的 完全不忘套路 被他给打懵了 我是观望门前的 一级秘雾都要入侵 这得多穷呀 好在有惊无险 粉丝赶来救场 要不然我真就在这里了 本来还想着跟他多聊回天 可惜时间太短 他被传送走了 虽然你对我来说是陌生人 但我还是特别感激你 好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